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Anson 现在停货放暑假 在家里没有什么要做 当然要学一下 如何煮食 我今天就会教大家 煮一个简单的菜 咖喱鱼蛋炒鱼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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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鱼 我會親自下廚去煮食 事不宜遲,去片 先下薑 炒一下 炒一下,要熟 炒一下 下蒜頭和蔥頭 一起攪拌,煙就好 小心煙 下紅蘿蔔 八蘿蔔也可以 下魚蛋 平均水 一起炒 下咖喱醬 這樣 放兩斤 這樣 放進去 就可以 一起攪拌 開始 咖喱醬 就 已經看到了 開始均勻 放進去 下水 一碗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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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倒進去 就可以 放在一起 這樣 然後可以 先拿走 這個 這樣就蓋在這裡就可以了 一陣子 搞定再通知大哥 這樣就熟了 開蓋 這樣就開了 開了火 那我呢 就倒了 這個 椰子汁 剪開了 到一半左右 不要倒了 這樣 這樣就OK了 這樣就 拌勻 大家可以看到了 有些白色的就是 剛才那些 加了少許的椰子汁 令它更美味 拌勻 剛才是下的 這樣就下了 這樣就下了 就下了 這樣就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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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就熟了 這些牛肉 不用那麼久 是的 魷魚就不用那麼久 可能會硬 還有硬 這樣就熟了 那我們一會兒 倒進碗裡 給大家看看最後一個樣子 這個就是我們剛剛 煮的咖喱魚蛋 炒魷魚 還有紅蘿蔔 還有最後在上面 加了一些炒的乾蔥頭 好味的 那我就不會和大家試吃的 為大家看多次 好了 剛剛就已經煮完了 這個咖喱魚蛋 炒魷魚 大家都應該看到整個 煮食的過程 記住 剛才是我煮的 只不過是想讓大家看得更清楚 所以 沒有拍我的 只要拍著 鍋子 一直在加食物 還有炒 所以 希望大家都喜歡 我這一段的影片 喜歡這條影片 就記得 like subscribe 和share 介紹給朋友 記得按鈴鐺 就出片的通知 那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拜拜 唉不如忍不住 吃粒魚蛋 嘗一嘗味 好正啊 下條影片再見 拜拜 拜拜 下條影片